中国运动服装品牌巨头李宁所制造的商品 日前在美国港口遭到扣留 原因是调查显示 该类产品在供应链中使用北韩劳工 违反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规定 将面临美方制裁 俄罗斯武力入侵乌克兰引发各界谴责声浪 遭到多国与各大企业经济制裁 总部实验室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老牌 防毒软体业者卡巴斯基 则被德国联邦资讯安全办公室点名 认为该防毒软体有相当大风险 会被俄国趁机利用 呼吁外界不要使用卡巴斯基防毒 并尽快卸载改为使用其他防毒软体取代 南安总统文在寅原定16日 与下届总统当选人尹席月 在大选后首次会面 但上午临时宣布取消 外界推测 中方可能在特赦前总统李明博 及文在寅任内最后的人事任命问题上 乔布龙 两家英国出版社被踢爆 在针对西方读者出版的图书中 应和北京当局审查规定 删除涉及台湾和中共政府禁止的内容 仅为了能在中国以低廉成本印刷 其中一本书中 台湾人被改成东亚人 英国金融时报掌握的证据揭露 中共言论审查延伸 在西方销售的图书也自我审查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